嗨 你好 我是劉奶爸 这一节我们来介绍一下联盟行销的实际做法 我们并不是靠联盟行销去赚钱 我们现在的角度并不是去卖别人的产品 而是我们自己是商家 我们自己有产品 我们必须要自己架设一个购物车的平台 然后我们去找很多联盟行销商 也就是找经销商的意思 让别人来卖我们自己的产品 所以我们现在的角色并不是去卖别人的商品 而是我们有自己的商品 然后让别人来帮我们卖 卖出去之后他们就等于是我们的业务员 我们就必须发业务奖金给他 所以他这个业务员的角色就是联盟行销商 那你自己必须先叫好一个购物车 然后这个购物车里面所有产品你都定价定好了 那这一个经销商他就自己到这个网站来 去注册一个账号 那他有了这个账号之后 他就可以去卖里面所有的产品 比如说他今天卖这个自驾网路商店这个商品 那这个商品呢 如果是一般人点击的时候 他商的网址是这个样子 就是www.contentismoney.com.tw 斜线product 斜线woodcommerce 这是他的商品的网址 可是如果你是一个联盟行销商 你是一个业务员要卖这个产品的时候呢 你的商品后面会带你自己的ID 我们进去看一下网页的最下方 这边有个AP联盟会员后台 他们申请的经销商就是一个AP联盟会员 所以他们登录他们的后台 在这边可以看得到联盟伙伴的网址 假设他今天是曝光这个首页的话 这是首页的网址 那他的推广连结就长这样子 www.contentismoney.com.tw 斜线问号class等于1 因为这个账号呢 他是第一个联盟行销会员 所以他的ID就等于1 第二个申请的人呢 他的ID就等于2 好这个不重要 每一个行销联盟伙伴都会有一个ID就对了 如果你是第13个 那你这边class就等于13 那这一串网址呢 直接把这一串网址复制给别人 或者是贴在他自己的部落格 或是line给别人 别人只要点击之后呢 点了这个网址之后 把它贴上去 别人只要点了这个网址之后啊 他看到的网页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进去买产品的时候 比如说他点了这个商品 这个时候呢 cookie已经带进去了 所谓的cookie就是说 未来我设定90天 未来的90天 如果这一个人用同一个浏览器 同一台电脑 使用这一个连结登录的时候 虽然他后面并没有再带class等于1 但是他的浏览器 已经记录了这一个ID 在90天之内 这是你自己可以去做设定的 你也可以设定365天 如果你设定越久 那这个联盟行销会员 他赚到钱的几率就越大 也就是说在未来的一年之内 如果他的访客 都使用同一台电脑 同一个浏览器 那他登录 连到这个网页去 下了单之后呢 系统本身都会记录 这一笔订单 是由class等于1的 这一个联盟伙伴推荐来的 那他就可以得到佣金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下方这个AP联盟会员的后台 他的后台有这些功能 他除了可以知道他的联盟伙伴ID的号码 他还可以去看一下这边有个访问次数 这个访问次数就是 别人透过他的ID去连接进来的网址 这边就有每一笔都会显示 每一笔都会显示 别人进来的时候 有多少人访问过 透过他的连接来访问这个网站 那么这边有一个统计 这个统计是说呢 访问次数已经高达2100次 就是透过他ID连接到这个网站的人 有2100个人次了 然后已经支付的订购引荐奖金是说 站长已经发放这个奖金给这个ID 这个联盟伙伴 还没有发放的有15次 那这个发放奖金呢 就不是由这个后台来做自动控制 发放奖金的这个行为是由站长自己来做决定的 比如说你一开始就跟联盟伙伴会员说清楚了 你每个月会固定发放 或者是呢 每当累积到1000元之后呢 由他们自己主动来提出申请 然后你再汇款给他们 这一段就不是电脑系统去做的 这一段是你手动自己去做的 只是说你在做完之后啊 管理员站长必须去做一个设定 就是你已经发放完奖金了 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下再做说明 那底下这边有的有这个未收款的收益 就是你还没有发放给他的奖金 然后已付款的收益 就是你已经有发放给他的奖金 这个账号是我之前在做测试的 我自己的账号 那这个佣金比例呢 就是你每结账一笔 你每卖出一个产品 那你就拨50%给对方 这个也是站长管理员自己可以去做设定 你要拨百分之多少给这一个联盟伙伴 好然后呢 那我们现在再来举一个例子 再把它开另外一个视窗 假设我们今天是要推广这个课程 你不希望把首页推荐给你的朋友 假设我们现在是用联盟伙伴的角度 你今天呢 想要直接把这一串网址贴给你的朋友 请他直接连到这一个商品来购买 直接看这页就对了 而不是直接连到首页去 而是直接连到商品页 那这时候呢 你的网址就是这么一长串 所以你可以把这一长串网址复制起来 然后呢 你可以这么做 在联盟伙伴的网址这边 你可以把它贴在这里 网页连结这边 这边有说明在下面输入本站任意商品页的网址 不一定是首页 它上面这个是显示是首页是举例 你也可以直接把刚才的那一串网址贴上 好就是这一串 然后你还可以命一个行销活动 设定活动的名称 这个可以写可以不写 等一下我们来看看有写会有什么后果 好 然后这边有个产生推广连结点一下 OK 这时候呢就是这一串连结 我把它复制起来 然后再开另外一个视窗把它贴上去 这串连结当你贴给你的朋友的时候 或者是你曝光在任何地方让别人点击 那他这个连结后面就多加这个 问号class等于1 一样 就是在你的这个比较长的网址后面 加上这个问号class等于1 然后呢后面多了一个campaign 就是行销活动意思等于WooCommerce 那多了这一串用意是什么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先按一下Enter Enter 看到的页面呢 依然是这个页面 看到的页面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他的网址多了后面这一串文字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 刚刚的这一个联盟行销的推广后台 这里 这边的统计 再点来看这边的统计 好就是这里广告宣传活动 就是这个地方 他这边就是刚刚我们那个WooCommerce 设定的地方 有没有 这边就是我之前的网址 然后后面多带了这个参数 那我们刚刚在这边 已经用这个WooCommerce这个参数 去登录了这个网站 所以我们再回到后台来 再重新整理一下 还是没有出现WooCommerce 好 没关系 我们再开另外一个浏览器好了 因为可能是同一个浏览器的关系 我们把它贴上 好 进来了 这是另外一个Opera的浏览器 那这时候呢 他会记录这个WooCommerce 刚刚的那个参数 我们再到这边来重新整理一下 好 你看 这时候就跳出来了 WooCommerce 就是我们刚刚设定的那个活动 活动的名称 WooCommerce 就跑进来了 访问次数1 唯一的连结1 访问次数会比唯一的连结还要高的原因是因为 唯一的连结就是同一个人的意思 总共来了25个人 那这个人呢 有可能来很多次 所以这个访问次数呢 一定会高于这个唯一的连结 所以联盟行销伙伴他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后台可以登录去观察他自己的网址的代号 还有这个统计图表 然后这边有个推广引键 就是他推广出去有成交的案件 这边都会有看得到他推广出去是什么课程 然后奖金有多少钱在这边都可以看得到 然后这里有个payout payout就是指你是管理员你总共发放多少钱给对方 后台都会有画面做显示 这个是在你的后台去做支付的时候你要去按一下那个支付完成的动作 那这一个联盟会员伙伴他们就可以看得到他的支付状态 还有一个地方叫做代码 代码就是说今天如果你希望多一点人帮你做推广的时候 你这边可以去新增很多个图片还有html的语法 那这个图片呢 你看我做这个图片就是希望别人帮我把这个图片呢 只要这一串语法迁入到他的右边右侧栏的话 这样图片就出现在右侧栏 假设他是部落客 他把这个图片放到他的部落格的右边 那人家点击之后呢 这边一样会带入他的 他自己的你看class等于1 所以每一个人呢 如果他是class等于13的话呢 他登入这个下面下方刚看到的这个 AP联盟会员后台的时候 他看到的这个参数就是他自己的 他ID就是他自己的 所以这边你可以自己去产生 由管理员去产生每一个代码和图片 让他们方便帮你做宣传 比较漂亮的宣传图片 让他们可以去像这种很很幅的 就适合摆在部落格的最上面 好像这个正方形摆在右侧栏 增加大家帮你推广的意愿 好那联盟行销并不是完全没有缺点 他最大的缺点是说 假设你今天有很多人在帮你做推广的时候 那当然这个流量会越来越多 你也不用花太多的广告成本 但是他有一个缺点 就是说帮你推广的联盟伙伴越多的时候 你每一个月看你要发放 等于说你每个月在发薪水的意思 那你这个要注意的是 台湾的税把规定 每一笔的成交金额去缴纳5%营业税 比如说商品一千一万块 然后实际发放奖金就是9500块 百分之五十 这个百分之几是你自己在后台订定的 战长自己去订定你要发放多少佣金给联盟伙伴 然后就等于多少钱这样 扣除当次的汇款手续费30块 你实际领到的金额是4450等等 这是我自己做规定的 这个网站做的规定 然后还有一个是说 超过2万块新台币的话 会代扣所得税18 还有代扣二代健保1.91% 这个是你要做注意的地方 免得说到时候你发放出去的奖金 结果自己还亏本的都不知道 然后我这边有一个领取奖金资格的规定是说 他必须买一千块才可以领取 如果说只有一两百块的话 那我这边做发放的动作也真的太累人了 所以如果你人多的话 其实你每一个月在发放这个奖金的时候 你自己会有一段作业时间 要有一点点劳心劳力 假设你帮你推广的真的很多的话 所以这边如果未买一千元的话 我会请他们等累计到买一千元的时候再申请 所以我的方式是他们主动申请 然后我才把奖金发放给他们 那第二个缺点呢 其实我觉得也不算是缺点 应该是说这个网络生态的关系 就是假设他今天是在线下的方式 去分享你的产品给他的朋友 然后他的朋友呢 并不是在线上的方式来购买 而是私底下跟你成交的时候 那你就很难界定说 这一个人到底是谁介绍过来的 也许他是口头跟你讲说 我某某朋友介绍给你 你要注意 那个是我介绍的 除非是他非常明确跟你讲是谁 名字也告诉你了 然后你们私底下有联系了 你就知道要发奖金给他 否则的话呢 这种线上的联盟行销制度 就是他一定要请消费者到线上来消费 而且网址的后头 一定要带有推荐人的推广ID 那我们才有办法有系统的去知道 确认这是谁介绍出去的 而且他自己推广人 联盟伙伴他自己也有他自己的后台 到他自己的后台去观看 他的统计图表 有多少人来做过访问 然后透过哪一个连结出去的 必须完全以这个方法 那现在网路时代啊 大部分是比较没有在线下做推广 所以这一个联盟行销的系统 就是专门针对线上做推广的方式来做记录 以便让那些想要在网路上 比如说部落客或是YouTuber 他们自己能够有他们自己 专属的联盟伙伴的网址 到处去推广你的产品 那你也可以有这种发放佣金的方式 因为他是有成交 你才需要发放奖金 跟一般买广告不一样 买广告是你买了很多钱 也不见得会成交嘛 对不对 所以联盟行销系统是目前 越来越多了 其实在国外已经非常的风行 但是台湾呢 比较少商家 有去做这个联盟行销的系统 不过这几年呢 已经有开始越来越多商家 尤其是大陆那边 几乎每一个网站 都会做这种联盟行销的系统 那台湾目前还是比较少 好 那这个系统呢 就是有Wordpress的软体 然后再加外挂软体 去把它整合做出来的 它外挂软体其实还蛮复杂的 就是必须要有这个 线上购物的购物车系统 除了Wordpress本身组程式之外 还有购物车系统 然后还要再加上这个联盟行销的系统 所以这个架构就是比较复权的 不过如果说可以花一点时间 去熟悉一下这套系统的话 加上你在做行销的时候 会越做越好 曝光度就越来越高 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想要帮你 想要赚佣金 然后帮你曝光你的网站产品 好那这一节呢 就是属于官方网站的自驾联盟行销平台的说明 有需要的朋友呢 再用LINE跟我联系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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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